英国前首相传奇尔夫人的丧礼 周三将在伦敦举行 有超过700名士兵在当地时间周一清晨 为葬礼进行彩排 当中部分人还曾经参与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役 4月14日 一个新的德国政党 德国替代党在柏林正式成立 这个大部分由经济学家和学者组成的政党 提出了反对欧元 重新启用德国马克的政治观点 希望在5个月后的大选中能够占领翱头 杨基与金英的比赛 杨基派出黑田博树先发 对上金英的陈伟英 成为另类的中日对决 陈伟英虽然缴出6局失3分的幼稚先发 而黑田博树更投出5万打玩风 中场杨基以3比0玩风金英 今天是东京迪士尼乐园开幕30周年庆 园方将举办大型活动以及游行庆贺 游客昨晚开始就在排队等候入场 直到上午正式开园时 排队入场人数已经超过6000元 估计今天进场人数将突破8万元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